感谢神,弟兄姐妹们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专题查经 我们继续用会幕来看圣经 用会幕来看神要向我们启示的话 从今天,在今天我们要从这个会幕来看今生和来世 或者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从看今世和来世 当然我们很知道我们并没有所谓的佛教的说法 叫做我们会投胎,我们会再转世 我们就是我们 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是我们 在我们还没有来到世上,就是我们 当我们有一天结束地上生命,人就是我们 因为上帝的计划只有一个就在我们身上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透过这个会幕来看这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今世和来世 首先我们复习一下就是月桂跟这个施恩座 月桂和施恩座我们都知道是在至圣所里面 我们的课程已经靠近的尾端 所以我们不再谈论外宴,不再谈论圣所 我们谈论在至圣所里面,进到生命中的一个高峰 那月桂和这个施恩座呢 不单单只是神以摩西相会的地方 也不单单是大祭司每年一直数岁的地方 他更是以色列的管理之座 或者是一个治理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传达上帝的旨意 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在复习之前我们说到的 当我们进到至圣所里面的时候呢 我们的两个至终,终点的服事 最重要的服事就是全然的俯复 降伏在上帝的面前 敬拜他 不是单单只是敬拜他 而是全然的降伏在他面前 完全俯复在面前 完全顺服他 完全的来认同他 来认识他,来经历他 完全被他来得着 而同时候我们才能够与主同 这个治理这个全地 直到主完全治理我们的心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开始去跟主一同治理全地 我们不能够治理这个地 是因为我们的心仍然没有被神所治理 神的旨意不能透过我们这个软弱的生命 或者是自私的生命 血气的意念呢 来传达他的旨意 除非我们在自圣所里面 遇见他 看见他的荣耀 完全敞开我们自己 把我们曝光在神的面前 让神来的神的话来改变我们 这样我们全然俯复在他面前 不再只是嘴唇敬畏神 心里去眼离神 而是全然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进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有资格以主同治理全地 我们就有资格和神一起来 在这地上里面同掌王权 那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继续要在这个施恩座和业柜里面 下一点的功夫 我们上个星期的查经班里面说到 就是这个自圣所里面 唯一的器具里面有施恩座和业柜 是二合一的 也就是说这上面是一个盖 这本身是一个的这个区具 就是施恩座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月柜 月柜简单的就是一个柜子来的 一个厨 一个柜子里面放了一些东西 那我们今天要从这个月柜里面 来谈一些很重要的细节的内容 首先在历史中一共有两个月柜 特别对我们中文教会来说 我们读中文圣经的 我们多数情况没有看到这一点 因为言文 这个方舟呢 这个方舟的言文也是 也是个柜子 所以以其说这个挪亚是一座一艘的船 其实挪亚乃是造一个柜子 在里面呢 放着所有捷径和不捷径的这个的动物和昆虫 走寿 然后呢 一家八口在这个柜子里面 这个故事呢 或者这个情景呢 给我们一个属灵的预表 预表呢 我们在基督里面 按照旧文来说 我们借着信心进入基督里面 在挪亚的时代里面 透过相信耶和华上帝 向他启示的话 他就把 就造了 动了敬畏的心 就造了一个方舟 然后这个方舟呢 把他和世界隔开来 当洪水泛滥的时候 当这洪水灭这个全球的时候呢 挪亚和他一家八口 和所有捷径和不捷径的那些的 爬虫和走寿 全部进到这方舟里面 他们就得救了 在这个 这个预表里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个 我们常常用的就是用洗礼来预表 就是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时 和他一同埋葬 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时 就进入到这个方舟里面 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上帝 派他的独生而死 为我们的罪而死 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罪的 这个的刑罚 我们今天就能够经历 这样子得胜的生命 这是历史里面的第一个方舟 对不起 第一个月柜 第一个Ark A-R-K-Ark 但是第二个月柜呢 就是摩西会幕里面的月柜 它是预表了基督在我们里面 为什么是这么说呢 比如说 而且是非常贴切的比喻 预表 就是外业呢 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圣所呢 预表着我们的魂 那自身的地方肯定就是我们的灵 就是自身所 而月柜就藏在这个自身所 最深之处 然后呢 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他不在我们 不是我们只用我们身体 不是用我们的魂 而是用我们的灵 住在我们里面 基督在我们里面 使到呢 他在里面对我们说话 当我们要来寻找主的时候 我们不是去寻找哪里有恩高 我们寻找主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寻找跑去教会里面 看主又没有在教会 主在哪里呢 主就在自身所 这个自身所是在我们灵的深处 主就在我们里面 然后加拉太书2章20节里面说到 我已经与基督同丁释迦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看到吗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所以亲爱的姊妹们 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明白一样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里面 在雅各里面说到 我们里面外面 我们外面虽然是什么 虽然黑 但是里面却是秀美 外面像基他的帐篷 里面却像所罗门的帽子 这也是要讲的是同样的事情 在里面有个自圣所 在里面有神的月柜 在里面有神在我们里面 我们人的自身之处 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感谢神 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要来读一段 关于到月柜的经文 我们多一点的了解 先把经文读通了一篇 然后出埃及记二十五章 第十节里面说到 要用造假木做一个柜 长二走半 宽一走半 高一走半 要里外包上金金 四围向上金牙边 也要住四个金环 安在柜的四角 这边两环 那边两环 要用造假木做两个银杠 然后用金包裹 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 以便抬杠 以便抬柜 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 不可抽出来 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 放在柜里面 然后圣经里面 当摩西还没有下西纳一山 还没有四十天下来的时候 神告诉他要做什么东西 所以他就说到 我交代你要做这个柜子 这个月柜 然后我将会给你的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法板 或者是月的板 然后放在这个柜里面 所以这个柜就不再叫 普通的柜 就叫做什么 就叫月柜 因为里面有这个月的板 或者这个柜也叫做法柜 因为里面放的就是法立法的 洁明的这个板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这个月的这个板 这个十板 这个十戒 使到这个月 这个柜成为一个月柜 这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多读 西伯来书第九章第三节 接下来就是我们重点要讲的地方 就是第二层曼之后 又有一层帐木 叫做至圣所 有金香炉 炉或者谈 有包金的月柜 柜里有什么呢 成玛拿的金罐 和这个亚伦 发过牙的帐 并两块月板 简单的来给大家图片看 这有个月柜 上面是这个施恩座 但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圣经里面说到有 有这个成玛拿的金罐子 然后呢 有一个亚伦发过牙的帐 然后呢 就是这个两块的月板 就是这个十戒的月板 就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呢 如果你读刚才经文 如果你有留意到的话 这里有讲到 这个至圣所里面有 金香炉或者金香坛 你会奇怪 里面不应该有金香坛吗 这是因为金香坛是在外面 那我们继续读完这个经文 第九章五节 柜上有荣耀的基督伯 营造着这个施恩座 施恩言座 罪 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细说 我们看到这一点呢 这个希伯来的作者非常看重金香坛的指示 他看重金香坛的指示是对准着月柜 所以他把它说成一起 OK 甚至讲他把它说成是在自身所里面 联系在一起来说明 所以我们在这里稍微做一点的解释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金香坛或金香炉呢 其实 盐或做坛呢 其实是应该是在外面的 除非他是指大祭司所拿的金香炉 大祭司所拿的金香炉 的确可以进到这个会幕里面去 这个对不起 在自身所里面去 那我们再读一段的经文 来让我们有一些的了解 那为什么这个 是什么时候呢 这个月柜里面会放着一个金罐子呢 乘着玛娜呢 就是当玛娜降下来的时候 摩西对亚伦说 也就是上帝所吩咐 摩西做的 你哪一个罐子 成一满 而没耳 玛娜存在耶和华面前 要留到世世代代 所以在那一件事情里面 就有一个罐子的 这个的叫做什么 这个玛娜呢 装在金床 成在金罐里面呢 就带进了这个自身所里面 然后呢 接下来是亚伦的杖 然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把亚伦的杖放在法规前 这个是两件事情 要不然的话 之前只有一个交代 就是把什么放在里面呢 就是把这个法板或者是月板放在里面 现在我们开始 首先 我们看到一样事情 就是这个月柜里面的物件呢 是有个时代性的 首先在摩西的时代里面 当摩西 夜柜还在摩西会幕的时候 里面放着有三个物件 首先第一个物件 是成玛娜的金罐 这个成玛娜金罐 预表什么东西呢 就是基督那隐藏的玛娜 然后就是与基督的团契 在这个月里面 我们说在月柜 在这自身所 在这个月里面呢 有一个上帝有做的一样事情 就是基督就是那个我们的供应 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 基督就是从天上来的这个玛娜 约翰福音里面说到 我是生命的粮 你们的祖宗在 旷野吃过玛娜还是死了 这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叫人吃了就不死 我从天上降下来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若吃的粮 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吃的粮 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生命所吃的 耶稣基督说什么事情呢 就是他就是这个生命的粮 他就是在神的面前 在自圣所那里呢 成为了我们的供应者 不是金钱的供应 不是俗的供应 而是灵粮 而是我们生命一切的这个供应 说到这里的时候呢 这个属灵的一个很重要的预表 就是在摩西时代 这属灵的预表呢 就是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 才能够吃到一个 叫做永远吃 永远不死的粮食 就是结束基督 我们需要做一样事情 就在自圣所里面吃喝基督 在自圣所里面呢 来去与基督联合 这并不是俗哦 就是只光靠吃圣餐 我们就永远不死 只靠吃圣餐 我们灵命就完全能够兼顾 那我希望是这样子说的 就这么简单 但事实是 有些人吃圣餐 他漫不经心 有些人吃圣餐 并不是从心里面去吃圣餐 那吃不吃圣餐 更重要就是吃基督的肉 就是祂的话 就是祂的生命 就是我们有个内在生活 内在生活并不是外面在外宴里面 忙忙碌碌碌服事 内在生活也不是在头脑里面 一直在想东想西 内在生活是什么 是完全进到自圣所里面 降服在神的面前 让祂给你新鲜的话语 让祂亲自来喂养你的生命 这个叫做我们跟耶稣基督有关系 我们不是跟耶稣基督的工作有关系 我们也不是跟耶稣基督的这个的启示有关系 也不是说这些东西我们不应该有关系 但是更重要就是我们要进到自圣所里面 让祂去喂养我们 在自圣所里面没有其他人 参在你和神中间 在圣所里面 你还有这个橙色柄桌子 跟圣徒彼此的这个的叫做交通 就是代表你各种的需要 来到神的面前 来站在上帝面前 代表着教会 代表着这个国家 代表着你的家人 站在神的面前 但是当你进到自圣所里面的时候 神要得着的唯有一个 就是那站在祂面前的你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神要先得着我们 祂才能够用我们去治理全地 只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在自圣所里面 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一个深入的这个连接 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喂养 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第二样 第二个物件在里面的 就是亚伦发芽过的这个的帐 然后这个帐是有一个故事的 但是简单说这个帐代表着 从神来的认证 这个全病和证明神 这个的认同他 还有这个启示 我们要读这段的经文 再还没有读这段的经文 给大家一点点历史的背景 就是当这个经文 这个亚伦呢 耶和华上帝小意 亚伦要拿仗 放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制圣所的时候呢 还有其他人仗的时候呢 以色列刚刚发生 这一种的这个叛乱 就是叛变 就是有一群人 不认同亚伦做大祭司 他们其实是亚伦的堂兄弟 他们不认同 为什么只有亚伦能够 亚伦和亚伦的子孙 你可以做祭司 他们为什么不能做祭司呢 然后就有一个 全病上的那种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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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也挑战摩西 挑战亚伦 说他们专权 呃 所以上帝才亲自出手 呃 呃 要证明亚伦 乃是神所卷选的 所以圣经是这么说 耶和阿对摩西说 你小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 每支派取一根 从他们所有的首领 按着支派 共取十二根 你们要将个人的名字 写在个人的杖上 并要将亚伦的名字 写在立位的杖上 因为各组长必有一根杖 你要把这些杖 存在灰幕内 法柜前 就是我与你相会之处 后来 我所拣选的那人 他的杖 必发芽 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 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 不再达到我的耳中 于是 摩西小于以色列人 他们首领就把杖交给他 按着支派 每首领一根 每首领一根 共有十二根 亚伦的杖也在其中 摩西把杖存在法固的杖幕前 在耶和华面前 第二天 摩西进入法柜的杖幕去 谁知道立位族 这个亚伦的杖 已经发了牙 生了花苞 开了花 然后结了熟性 这个不是只是开花 发芽罢了 而且是开花结果 而且那果都熟了了 在二十四小时里面 一个晚上的时间 神用奇妙方法证明 他卷选的人就是亚伦 然后第九节 摩西把所有的杖 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 给以色列众人看 他们看见的 各首领就把这些杖拿去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把亚伦的杖放在法柜前 给这些背叛之子 留作记号 这样 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 免得他们死亡 我们看到这里 在这个杖里面 是这个杖代表 从神来的权并认证和启示 杖代表权并 代表亚伦是神亲自卷选的 是被赋予权并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件 第二个物件 是指神在这个地方 他卷选谁 他说谁是 他所卷选要使用的那一位 神是谁 神所清点的 那神借着死摸 耶稣从死里复活 也这样的 同样的认证了 耶稣基督的权并 耶稣从死里复活 证明祂是完全的人 也是完全的神 在神的面前 那第三个物件 是什么呢 就是两块的月板 那神永远不改变的这个公义的律法 然后呢 我们知道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 这个两个的法板放在月会里面 预表了什么东西 神永恒不改变的这个公义的律法 神的律法已经在西乃山启示了 然后现在这个法板呢 就放在这个月会里面 代表了神的公义 而且他就如他所说的 他永远不变 他应许了 他承认了 这个就永远就立定了 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太福音怎么说呢 那耶稣基督 他来到这个世上 我们必须要用他的这个的 这个当时候的处境 来去看他 因为耶稣基督所讲的道 并不像法利赛人 是非常活泼 而且是有权柄的 能够改变旧的习惯 改变旧的这个的 这个宗教的 各种的 莫守成规的事情 把神的律法活化 而且真实的体现出来 很多人就会以为 这个年轻人要带来改革 要把旧的废掉去 但是耶稣基督却这么说 莫想我来 要废掉律法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我是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弃了 律法的一点一话 也不能废弃 都要成全 看到这里 我们就明白 耶稣基督 他的话是永远不改变 这个话就在他里面 为什么我这么说 这话在他里面呢 在这个 耶稣呢 这个制作里面 有这个的启示 然后耶稣呢 是赵家墓 我们来读的 是赵家墓 被金所包裹 赵家墓代表人性 金在 耶稣墓里面 是预表这个神性 当然放在 这个自身所内 然后预表了 基督是完全的人性 也完全的神性 但是在他里面呢 却做什么 只看到他 神的这一个神性的这个部分 而这个法 这个月柜呢 里面放着月板 或者是法柜里面放着这个法板的时候呢 装在月柜里面 就使所成立的月 能够保持着 为什么说这句话呢 当第一次就业 颁布这个 立法的时候 还记得吗 在西奈山上 亚伦和下面的人 已经造了金牛犊 这个 已经 就是拜金牛犊了 结果那一次 颁布这个 立法的时候 摩西下来的时候 把这个 这个法板 第一次的法板 把它摔碎 在那一天 被击杀 这些拜金牛犊的 被击杀的人 一共有三千人 从此以后 他们再也没有看到 这个法板 这个法板就完全放在 这个哪里呢 这个月柜里面 但是当新夜的时候 当圣灵降临的时候 教会被这个 这个 这个门徒开始 第一次公开讲道的时候 彼得暂且讲道说 那一天却三千人得救 同样的是那一天 这个同样的 这个审判的话 立法 被宣布出来的时候 什么事情发生呢 没有人死 反而完全得救 三千人得救 这是代表什么事情呢 代表呢 耶稣基督呢 他已经守住了立法 这个立法 已经被有人 去fulfill 去完成了 圣经在罗马书 第五章十九节里面说到 因义人悖逆 众人成了罪人 照样因义人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在那一天 彼得讲道过后呢 三千人得救 因着耶稣基督 义人顺服 所以每一个人 就领受了救恩 然后耶稣基督 他的预言 他来到的时候呢 是什么呢 在诗篇四十篇 第七节和第八节说到 那时我说 看啊 我来了 我的事在经卷上 已经记载了 我的神啊 我快乐 对不起 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 你的立法 在我心里面 当人类 无法满足立法要求的时候 但是耶稣基督 却满足了 耶稣基督 住在我们里面 成了立法 在我们心里面 借着耶稣基督 就满足了立法上的要求 也透过耶稣 住在里面 帮助我们行在神的道上 是这样子吗 圣经这么说 在那些日子以后 在西伯来书 十章十六节 我以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立法 写在他们的心上 又要放在他们里面 在末后的时代里面 神要把他的道 不只是变成一个规条 而是当我们也藏在 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 神的道也藏在我们里面 这个道不再是一个难守的道 因为他已经在我们里面 他并不是从外面改变我们 而是从里面改变我们 这个的人 所以亲爱的姊妹们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成就了这个立法 但是说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要来看接下来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月贵骑士里面的物件 有曾经发生了一个改变的时代 就是在所罗门时代 当所罗门时代里面 这个圣殿被建立起来过后 这个月贵里面 只放了两个法板 就这么多罢了 我们读这个经文 历代之下第五章第七节 即使将耶和华的月贵 抬进殿内 就是自圣所 放在两个基督伯的字旁底下 这基督伯张着字旁在月贵之下 遮掩月贵和抬贵的杠 这杠盛长 杠头在殿内可以看见 在殿外却不能看见 直到如今还在那里 月贵里唯有两块石板 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 耶和华以他们立业的时候 摩西在和列山所放的 除此以外 并无别物 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在里面 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东西 放在这个的月贵里面 那有一些人就心里会觉得 可能会不会是 这个所罗门不敬畏神 自己 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 去盖这个圣殿 所以没有不像摩西启示的 就是神启示摩西那么准确的 去盖这个圣殿呢 其实不是的 你知道吗 整个的这个 所罗门圣殿的蓝图是不同 是从神来的 而且是从祂的父亲大卫而来的 我们读这段的经文 历代自上 二十八章第十一节 这里说到 大卫将 殿的游朗 房屋 服库 楼房 内殿 和私人座的样式 只是给他儿子所罗门 又将被感动所得的样式 就是耶和华神殿的燕子 圣经里面说到 又将被灵感动得的样式 就是耶和华殿的燕子 周围的房屋 殿的福库 和殿和圣物的福库 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 又指示他 这个祭司和立委人的班次 以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 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罗门的圣殿并不是由他自己 自己的意识所做的 而是他的父亲 在圣灵的感动里面 把神殿每一个的design 每一个的设计 每一个样子 指示他 而且神殿连祭司和立委人的 24小时的 连续敬拜赞美的班次 都启示了给他 所以这不是所罗门的功劳 而是大卫从神殿得着 十九诀 很重要的十九诀 这么说到 大卫说 这一切工作的样式 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 使我明白了 你可以看到 这一个大卫做的见证 这一些的整个设计 并不只是 并不亚于 摩西四十天上三上 得到启示 他说到 这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 使我明白的 可见的 耶和华亲自 用一个画出来的图案 让大卫去明白 这个所罗门的圣殿 的这个样式是怎么样 同样的 他也预表了 这个另外一个时代的 一个的 这个的 真理 很希望有一天 我们能够把这个的奥秘 看懂 就是所罗门圣殿的 整个的启示 所罗门的殿 安排和设计 都是 就跟摩西时代的 会幕一样 都是 神亲自 启示的 所以 在这里我们 知道 这不是一个 mistake 这不是一个 错误 漏掉了 把这个 玛拿的金罐 这个 装着玛拿的金罐 还有呢 就是 这个 这个亚伦的 杖呢 把它放进去 也不是他们弄丢了 这是上帝 亲自 的一手策划出来的 这个 那 这个是代表什么东西呢 这跟我们今天主题 很有关系 什么 关系呢 就是 会幕 和圣殿 这是指 两个的时代 摩西的会幕 乃是指 金事 OK 预表了教会在 主耶稣 再来之前的时代 摩西的会幕 是代表我们 今天教会 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所走过的 而所罗门的圣殿 是代表着来世 是预表的 其实要会在主 再来时候的 千禧年的一个模样 我会花很多时间来去明白 这个摩西的会幕 原因是因为 它是跟我们今世有 很大的一个关系 但是对于来世 这千禧年呢 即使我还不是很明白 我不是说不重要 但是至少 在这个未来日子里面 至少在今世 可能跟我 还不是跟我们呢 还不会是直接 马上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可能会 错误的理解 但是至少我知道 在幕后的时代里面呢 在千禧年时代里面 它必要成就 到时候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 那现在 现在来先 理清一个今世和来世的 这一个的观念 首先呢 耶稣基督说这句话 我是在告诉你们 人为神的国 撇下房屋 或是妻子 弟兄 父母 而你 没有在今世 不得百倍 也就是说今世是 现在我们活着的 在这时代 然后再来世 不得永生 那有些人 会觉得 这经文乃是说 我活着的时候会得百倍 我死的时候会上天堂 这样子一个说法 其实事实上 这个来世 并不是在告诉你 这个死过后的世界 而是指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世代 然后呢 圣经里面说到 言超过 以父所书一章二十一节 说到 也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组织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 今世的 连来世的 也超过的 这个来世 肯定不是只有天堂 而是 这一个时代 跟下一个时代 我们就开始看见了 有这个时代 和下一个时代 的一种的 分水灵 然后再来看多一个经文 在这个 希伯来书 第六章第四节里面说到 论到那些 已经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之位 又以圣灵有份 并且尝过 神美道 神善道的 滋味 觉悟 来世 全能者 这个来世 就是不是这个时代 是下一个世代 里面的 这个有全能者 这个全能的人 觉悟 来世全能 来世的全能的人 这是指着 两个的时代 我们来看 两个时代是指什么 第一个就是 摩西会幕 预表着 教会在主耶稣 再来之前的时代 就如会幕是 轻便的 暂时性的 可以移动的 我们可以拆开 然后搬迁 每一个物件 都有射杠 可以随时移动 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好像 这个天路历程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在一个 非常暂时 和聚居的 一种的时代里面 我们可以看教会 是个叫做什么 这个克里 我们可以看教会 正在经过旷野 就像这个 雅各里面 第八章里面说到 那靠着良人 从旷野上来的 是谁呢 我们教会就是这样子 要依附在 这个良人的身边 和他一起经过 这个旷野 这个旷野 代表着 我们现在面对的 各种的 这个的 这个 属灵征战 准备要进入迦南地 那教会 也如同 以色列人经历 这个四十纪 一种的 时代的更换 悔改了 然后又软弱 又悔改起来 又被神得着 直到神自己 所高默的君王来到 才终结了 这个的循环 现在这种子妹们 在这个月柜里面 在这个月柜 这个启示里面 我们看见了 教会 好像在地上 只是一个聚居的 教会是一个克里 我们只是在地上呢 还在靠着主 要得胜 然后要靠着主 我们还在等待 耶稣回来的 这个下个时代 就是这个 所我们圣殿所预表的 是代表的 基督在 主再来的千禧年 我们称为叫做 弥赛亚的国度 是个巩固的 是充满荣耀辉煌的 OK 而且呢 在当时候的 可以看得到 这个全能 可以在可看见的 全能中掌权 然后在耶稣基督 回来的时代里面呢 耶稣基督 不再是隐藏的 也是可以 不单单只是 在教会里面 我们承认 耶稣基督是主 到那个时候 万西要跪拜 万口要承认 耶稣基督是主 所以这两个物件呢 在这一个 这个两个时代里面 有个相差的地方 就是有两个物件 被拿掉 就是成玛纳的金冠 为什么 因为到那个时候呢 耶稣与基督的 这个关系 与基督的联合 已经不再是隐藏了 我们可以看到基督 我们已经可以跟基督 和联合 耶稣基督 迎娶他的心腹的时候 也已经到了 第二东西就是 我们看见 这个亚伦 发负雅的帐 也被挪去了 因为当时候呢 神的权柄 会公开的彰显出来 那接下来 我要读几段的经文 让你大概的去明白 我们所谓的这个 米赛亚国度 在地上彰显是指什么 都是从圣经里面 这个起诉的第十一章 开始 这里说到第七 为天使吹号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成了我主 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我主 主耶和华 主和主基督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的国 这世上的国 这地上的国 神要做王 神要掌权 不是 这是教会里面宣告罢了 而是实实在在 成就在这地上 然后圣经里面说到 在神面前 坐在自己 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 就面赴于地 敬拜神说 息在今在的 主神全能者 我们感谢你 因你执掌大权 做王了 外邦发怒 你的愤怒也临到 这里很特别经文 说到 外邦在发怒 但是神的愤怒也同样临到 审判死人的时候 也到了 你的仲先 你的仆仲先知和众圣徒 凡敬畏你名的 连大带小 得赏赐的时候 也到了 你败坏那些 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 也就到了 现在我们看到 很多人在败坏这个世界 用各种的法案 各种的方式 要败坏家庭 败坏道德 败坏伦理 但是 破坏这个世界 破坏国家 破坏环境 但是神说 你败坏那些 败坏世界人的时候到了 将会是个公开彰显 神的国在这地上 然后当时候 神天上的殿打开 在祂的殿中 出现祂的月柜 然后有闪电 声音 雷轰地震和大炮 我们看到 这个事情 将会公开的 发生在这地上 地上的人 没有办法再否认 耶稣基督是主 因为他们要面对的 他们要经历的 他们要看见的 就是那一位 看得见的主 要亲自追讨 所有的一切 再继续读下去 19章第11节 这就讲到 耶稣基督的 再来 弥赛亚的显现 我观看 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 车为诚信 真实的 他审判 他征战 都按着公义 他的眼睛 如火焰 他头上戴着 许多冠冕 有写着的名字 除了他自己 没有人知道 这里说到 有一个白马 在天空里面 显现 被每个人看见 他彰显 他要审判 他的眼睛如火焰 头上戴着许多冠冕 然后接下来说到 他穿着 见了血的衣服 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OK 神之道 这个 我们就不用再猜了 就是指导道成肉身的耶稣 耶稣就是道 道成肉身 他现在 是完全的 以神的道出现 按着神的话 来审判地上 然后十四节 在天上的众军 骑着白马 穿着细马衣 又摆又结 跟随他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裂锅 他用铁杖管辖他们 所以说到神 要亲口击杀裂锅 而且管辖裂锅 然后并要揣全能神 烈怒的绘扎 在地 在他衣服的大腿上 有名写着 万王之王 万族之主 这也肯定就是耶稣基督 好 很明显的 在那个时候将有一个的弥赛亚国度写线 他不再是隐藏的玛纳 他不再是一个隐藏的 这个亚伦的这个杖 他是个很明显的带着权柄出来 他不再需要 在至圣所里面认证 他是到那个时候 他完全彰显他自己出来 然后继续 我们再看弥赛亚国度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与基督同坐王 这里说到20章第4节 说到 我又看见几个宝座 有坐在上面的 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 我又看见那些 因为给耶稣做见证 并且为神的道被斩折的灵魂 和那些没有拜过受与受相 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 受到印记之人的灵魂 他们都复活了 以基督一同坐王一千年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 其的死人还没有复活 只等到那一千年的完了 看到在这里我们看见 有奖赏的时候到了 那一些被神选选 复活的 然后跟基督一同坐王的 然后呢将会一起 以基督坐王一千年 在这个世上 在这里我们看见 一个何等荣耀的 一个弥赛的国度 将会临到这个地上 在那个时候 现在我们要回到 我们这个 现今这个时代里面 这才是今天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在我们现今时代里面呢 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所有的圣徒 我们正在走一个天路的历程 你和我包括在内 我们在地上过着一种 携带会幕的生活 这个我们去到哪里 会幕的怠难到哪里 应该更加准确的 我们是跟随神的同在 元素去到哪里 我们就去到哪里 我们携带着一个会幕 去到神指定的地方 我们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 突然间失去跟神的亲密关系 我们不会因为变了另外一个地方 因为忙碌 我们就把敬拜神的事情 搁在一旁 我们就让这个地上 成为我们的天路的历程 有一个作者 做一本书 叫做这个天路历程 耶翰班扬 他所做的 如果有机会的 弟兄姊妹们 可以在YouTube和一些的网络上 可以重新可以看一下 天路历程是个很棒的一个故事 在那里面 形容着我们怎样 在这个地上 做过得胜的生活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一样事情 这个圣经在 西伯来书11章13节里 说到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思的 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 皆从往远处望见 并且欢喜迎接 又承认自己在 世上是刻意 是拒绝的 我们在这里看到一样事情 我们在地上 每一个人都是聚聚的 但是在神国里面 我们是国民 但是在这个地上 是战时的 这个战时并不是说 我们准备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 回到天堂里面 虽然这是个很好的应许 但是也不要忘记地上 仍旧是上帝 委托我们去治理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在这地上 毕竟我们是个客人 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地上东西 带到天上去 我们只能把东西提早寄到天上去 就是透过这个 侍奉 透过奉献 透过为神 摆上 所有的东西就寄到上帝的天上去 我们的心才会 垫着天上的财宝 在这个天路历程里面 有三样事情 我们一定要有的 就是在基督里面 我们要守住神的诫命 马太福音里面 二十八章二十节里面说到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知道世界的末了 这个世界末了 这个翻译在河河本 其实是不准确的 真正准确 而且好的翻译呢 应该是知道这世代的终结 这个新译本也好 中文标准译本也好 都翻译得比较准确 这个世代 或者今世的结束 直到我们去到下一个世代 到这个耶稣基督 回来的这个世代里面 所以今世并不是今生 今生是短暂 但是今世是代表的 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的 这个世代里面 在这个我们基督徒 这个天路历程里面 第一个 我们要守住神的诫命 要守住神的道 第二样事情 就是我们要喂养于 基督那隐藏的玛纳 在这个月柜里面 放着是什么东西呢 还有盛满了这个 玛纳的这个金冠 就是以基督联合 吃喝基督 我们在神里面 要有个内在的生活 我们要在这个神的同在里面 被神所喂养 我们当然也应该去听讲道 看书本 读圣经 这些都很好 应该的 要多多的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内在生活 被主自己来对我们说话 我们生命就会被什么 就会被许许多多的仪式所充满 被许许多多的知识所充满 所谓的仪式就是我们很多祷告 为这个代祷 为这个祷告 但是我们心从来没有被神得着 我们从来没有厂承在神的面前 被神来完全摸着 所以我们里面还是太多自己 有自己的骄傲 有自己的怒气 有自己的仇恨 有自己放不下的尊严 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吃喝基督的时候 我们被神所喂养 被神所满足的话 我们在天路历程里面 我们就能够过得 我们这个走得很稳 第三 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要领受 从神来的这个的 这个的 这个权柄 认证和歧视去治理 我们是神所卷选 我们是神所卷选 而且被分派去结果子的 这个的治治 我们是就如被神所卷选的亚伦一样 我们就如这个被圣灵所拆遣的 这个所清点的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一样 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需要什么事情呢 我们需要呢 从神得着这个权柄 认证 启示 去治理 去在这地上完成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有权柄 并不是只是用来保身 我们有权柄 并不是只是 要来对 给我们一点威胁的 邪灵魔鬼 喊话 我们有权柄 而是去完成他叫我们做的事情 亚伦必须要成为一个大祭司 他要玩 代表着以色列的百姓 替以色列的人赎罪 保罗和这个巴拿巴 被森林所卷选 他要去到列国里面 去建立神的教会 去把福音传到地级 今天弟兄姊妹们 在我们的密色中 神必然也会清点我们 或者就是把属于我们的呼召 向我们显明 没有任何一个呼召 是因为我们认同 我们喜欢 我们看别人做的不错 我们跟着去做 所有的服事 都是因为从神来的这个的认证 神的启示 神给的权柄 神指派你的 这一个杖 我们的杖必须要放在神的面前 让他在神面前发芽 证明 这就是神要我们 为他多结果子的地方 现在弟兄姊妹们 在我们天路历程里面 我们需要进入的圣所里面 清净这三个物件 就是神月的这个月板 就是神的道 第二就是这个 这个隐藏的玛纳 就是让基督来喂养我们 让我们能够更多的领受 让我们有更多的这个的学习 然后让我们有更多的赐和基督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 以他联合合而为一 第三就是领受这个权柄 去完成神给我们生命中的 这个带领和这个护照 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所以说来到你面前 深信一样事情 主你看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主你知道我们这时代里面 许许多的圣徒 都要走过的这个时代 我祷告一样事情 神啊 你来怜悯我们 你来改变我们 让我们主 在这时代里面 主 能够主啊 主 明白你的心意 能够常常来清净 这个隐藏的玛纳 就是这个基督 主啊 让我们能够常常来清净你 让我们能够来清净 主啊 你的这个 属灵的这个的委认 这个的认证 这个这个 亚伦的帐 直到我们知道 我们的权柄 我们是神所卷选的 我们被分派去为主 多借国子 主帮助我们 你来清净你的话 好让我们在你的话里面 也能够刚强 在你的话里面 也能够主啊 哦主 这个藏在你的基督里面 藏在月里面 我们赞美感谢你 因为你的道主 写在我们心上 不是写在石板上 我们赞美感谢你 祝福你的话 奉耶稣基督们一致祷告 Amen 感谢神 我们今天的这个 查经班 就在这里结束 我们谢谢弟兄姊妹们 和我们一起来学习 好 愿上帝祝福 每位弟兄姐妹 上帝祝福您 支持明镜与方面